今天開放餐廳可以在裡面掌握 國管制規定都不一樣 前台北集合有台南兵六個管制 申報開放 再來專家的任務 中央和地方是不一樣的 這已經跟下降的風險 健保室現在也推出COVID-19 通行政 可以早上 台北集合和主持疫苗紀錄 就請問是疫苗活躁 新冠本土已經很累 已經幾回中心申報 十三開始有特徑開放餐廳 不過在台灣 集合中法官 南島官 台南市 冰冬官 法令官 台東官 這六管制 省市長開放餐廳 其他管制是科路也只能不願意開放 對出國來專家任務 中央和地方對劉備開放不一樣 會讓民主無法來針對 也會增加跨空的風險 這個他的風險是可以控制在一個比較可以接受的範圍 人家表示 讓他不可能地稅不流 民眾必須要外表到新冠比特強順 全世界都這樣 可以考慮用 注射過疫苗的人 開放來用 來港級對經濟的衝擊 在國際會中心統計 到設備委員會 總結已經有三百十多萬人出注射疫苗 疫苗給蓋入代用時百分之十三點控殺 健保需要推測COVID-19的通行情 請求疫苗號召來使用 健保室共町已經有一千一百萬民眾 他在上路健保快疑通的APP 要超過六百萬人使用健康的準報 那民眾的主義記錄 就連新冠比特檢查的結果 跟疫苗組織這些組織都可以直接查到 未來可以推出英文辦 方便民眾出國時限來使用 記者 送客報道